俗话说,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人人都喜欢美的事物,特别是对于女人而言。在很多女人看来,化妆是对自己的尊重。所以,她们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化妆打扮上,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漂亮,也更加自信。 然而,还有少部分女人,她们对化妆打扮并不感兴趣,几乎没有化妆品,也没有各式各样的衣服,每次出门都是简单朴素的装扮,多少显得有些落伍。 然而,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这些女人却似乎过得特别好,事业成功,幸福美满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? 灵妖,接纳自己,懂得欣赏自己,活得自信美丽,化妆打扮自己,让自己以更美的一面展现给别人,带给人视觉的享受,这本无可厚非。 但是,生活中,我们常听到的一些话题是,单眼皮不好看,要弄个双眼皮,鼻子不停很难看,要怎么办,脸型不好看,该怎么修,身材不好,要怎么穿,这些看似让自己变得更美更好看的行为,实质上就是对自身的一种否定。 他们打心眼里觉得,自己原来的模样是很丑的,无法接受自己丑陋不美的一面。 于是,他们开始用化妆打扮来遮掩自己的缺点和不完美,试图以更美的形象展现给别人,让别人喜欢自己,仰慕自己。 然而,带到回家卸完妆以后,又露出了自己的缺点和不完美,但因为没有外人看见, 自己就不会那么在意,说到底,这样的人就是不自信,无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,从而活得小心翼翼,十分辛苦。 其实,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,但是,有的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,接纳自己的不完美,懂得欣赏自己,活得自信大方,展现出自己独有的美丽。 这个世界上,没有什么东西比自信更能让人美丽了。 如果说,女人是一束光,就算她在耀眼,不敢自信地向别人展现自己,也会慢慢淡出别人的实现。 所以说,女人为了美丽,最该做的,不是为难自己,遮掩自己,而是自信大方地接纳自己,展现自己,散发出自己独有的魅力与光芒。 对自己有着充分的自信和认同感,要知道,自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外貌,更在于内在的实力和才华。 这种自信和独立能够让女人们在事业和生活中都游刃有余,无惧挑战,从而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成就。 正所谓美貌只能一时,自信才能一世,不迷信美貌作用的女人,大都有点东西的。 02,可能她们更加注重内在的修养和精神世界的建设,活得雅致大气,有些女人格外注重自己的外在美丽,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完美无瑕, 不惜花费数个小时精心捣吃自己的妆容,费尽心思地挑选搭配妆容的衣服,以此达到让自己光艳夺目的效果。 然而,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打扮自己的外在形象上,势必会影响做其他事情。 西缺一书中提到,注意力是种西缺资源,它会被消耗,资源有限,所以需要配置。 乔布斯为了把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利用在工作上,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。 后来,扎克伯格也学他,买了很多件灰色T恤,这样每天就不需要为穿什么衣服而消耗注意力,从而节省出很多时间和精力,去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。 生活中,有些女人不喜欢化妆打扮,并不是说她们蓬头垢面,形象邋遢,而是她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外在形象上,而会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自己感到有价值的事情上。 比如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,阅读,思考,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。 正如安吉丽娜·朱莉所说,女性的力量不仅来自于美貌,更来自于智慧和内在的成长。 这些女人注重的是内在的修炼,她们对待生活和事业都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力。 她们也许早年已经用美貌俘获了男人,如今她们又用不凡的谈吐与智慧,让人们愿意留在她们身边。 自古以来,很多流芳青史的女性受人追捧和爱戴,她们靠的从来不是精美的妆容和华丽的服饰,而是流淌在骨子里的气质和内涵。 说到底,这世间真正的美,并非外在皮囊之美,而是发自灵魂的魅力。 正所谓,好看的皮囊千天一律,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。 唯有注重内在,提升精神修养,这样的美才会更加恒久,更加出众。 03,随性淡然,不攀比不虚荣,活得真实潇洒。 还有一种女人,她们很少化妆,穿着简单朴素,是因为她们心态豁达,内心强大,不虚荣不攀比,不在意他人的眼光,活得轻松自在,淡然随性。 生活中,很多女人追求精致妆容,靓丽穿着,名贵饰品,其实并不是为了取悦自己,而是处心积虑地赢得别人的好感,让别人喜欢。 有一位网友这样说,我化妆是为了自己啊,说简单点,为了和心目中理想的伴侣在一起,我一定要努力打扮自己,让自己配得上它。 说实话,这并不是为了自己好,而是压抑和委屈自己,从而让别人满意,讨别人喜欢。 这样就失去了化妆的本意,不仅无法拥有自在随性,真实潇洒的生活,反而会成为人生的负累,让自己活在欺骗和谎言里。 其实,真正内心强大,活得轻松自在的人,从不在妆容和衣服上纠结困扰,更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,而影响了自己真实,舒适的一面。 可能他们更加独立和自信,不得不承认,在男女交往上,美貌的确很加分,但是它也只是一块恋爱和婚姻的敲门砖,等到恋爱或者婚姻已经开始了,美貌的作用就会让位于女人的独立与自信了。 有些女人之所以不会通过外在的装饰来获取他人的认可和赞许,是因为她们对自己有着充分的自信和认同感。 她们知道,自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外貌,更在于内在的实力和才华。 这种自信和独立能够让她们在事业和生活中都游刃有余,无惧挑战,从而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成就。 正所谓美貌,只能一时,自信才能一世,不迷信美貌作用的女人,大都有点东西的。 零四,可能她们更加注重真实和自然。 奥斯卡,王尔德所说,最好的装饰品是真实,不打扮并不意味着她们就不美。 每个年龄阶段有每个年龄阶段的美,她们也许不喜欢虚假和做作。 对于时尚的潮流也保持着审慎的态度。 她们选择展现真实的自己,不追逐别人的眼光和期待。 她们真实和自然让她们与人相处更加轻松和自然,也能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和尊重。 结语,甲平蛙自在独行中提到,人就像是灯笼,外在是灯笼纸,内在是灯笼心,如果灯笼心不亮,那么外边的纸画得再好看,也没有任何意义。 的确,外在的形象即使在华丽夺目,也不过是称场面的过眼云烟。 一个人真正动人之处,并不是拥有一副精致,靓丽的皮囊,而是拥有一颗淡雅,智慧的灵魂。 当然,并不是说不喜欢打扮自己的女人就一定能过得好,这只是一种可能性。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追求都不同,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过好美一天。 莫妮卡·贝鲁奇说,美丽在于不同。 是的,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价值,无论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,只要保持真实和自信,追求内心的平衡和幸福感,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美好生活。